今天是旧金山 2022年的2月十几号 忘了 今天要去唐人街那看一看 那边有一个活动 应该是叫全美滑布小姐的评选 还是一个什么典礼 所以今天穿了正装 那个场合相对正式一点 穿的皮鞋 西装领带 其实我不太喜欢穿正式的服装 觉得有点别扭 但是这样的场合不得不穿的相对的好一点 要不然就会显得格格不入 社会很多时候就是分成所谓的层次 你们扮演各自的角色 像此时的一个词 Vanity V-A-N-I-T-Y 有人把它翻译成名利场 有人把它翻译成 无用的虚华 其实人经历了好多事情之后 对一些方面就看得非常淡了 年轻的时候 可能想着去一些场合 但是到了一定的年龄呢 就回归自我了 逐渐的远离一些东西 觉得这也是 人应该有的这个生活状态的转换吧 昨天晚上又是没睡 在这等红灯吧 我给这个皮鞋打的猪油 用手指头抹了点猪油 这是我穿的这个西裤 其实到美国之后 西装买了差不多有两三套吧 都是在那个二手 二手那个服装店买的 都不贵 几十美元一套 它就是那种蓝黑色的这个西装 皮鞋买的是新的 叫什么叫什么斯凯奇牌吧 跟我穿的那鞋是一个牌子 在我附近的一个鞋店买的 花了标价是六十美元吧 标价在加税啊 穿着还行啊 但是我不太会搭配啊 裤子呢有的长 裤子我也是 这个穿的裤子是在附近的老沫商店买的新的 是咱们中国生产的 配着一个腰带啊 那个腰带当然是很质量很一般般的 这样的那种也不是皮的 就是那种又像塑料 又像造革那种的那种叫西裤吧 但是我觉得还算合体啊 等其他在美国买这个成套的西裤 那个裤子就有点太长了啊 这个好像能过去 这个好像能过去啊 过来了啊 有的时候一些场合不得不穿 这个正装我也就随便 穿一条裤子啊 有的时候就穿的比较长的裤子 又不好意思把它卷起来啊 所以就有的时候 如果腰带提的不够往上 它就容易拖地啊 好在我觉得我的腿还是比较长 以前在国内单位发服装的时候 跟我身高一边高的同事 他们就说裤子长 但是我觉得还刚刚好 行吧 反正有的时候人就像表演一样啊 不得不去逢场作戏 其实在很多时候人都是 像原葱一样啊 一层又一层 一层又一层的面具 我们很难 完全面对真正的自己啊 我们也不能把所有的事情都说出来 这也是正常的 昨天一位朋友在 休斯敦入境 遇到了困难啊 入境的时候 海关的官员就很不友好的问他 你到这是不是来工作 因为他是旅游签证嘛 你在这儿的联系人是谁 他的行程呢 是15天啊 他来这边应该是有15天的 这个预计的这个旅游行程吧 但是他的酒店呢 在美国境内的酒店只订了一天啊 所以美国的海关的官员就怀疑他 是不是来打工了呢 就问他好多问题 并且他也实话实说了 说身上没有 基本上没有钱啊 按说来旅游 可能你身上没带钱就很可疑 对吧 再加上 据他讲休斯顿那边机场 见到的那些人都是拉丁人 见不到亚裔面孔 他是那里面唯一的一个 他的肉眼能见到的亚裔面孔啊 所以就对他高度怀疑啊 各种盘问 然后最后给了他15天的逗留期啊 因为他的行程是15天嘛 那么这个官员 就可进可忙啊 就是允许他在这停留15天 正常的都是允许半年对吧 他这个15天 我也听说过三个月的 然后他就来到了旧金山 昨天联系我 但是我呢好多事都堆着啊 我就没有能 按说一般来说人家来这了啊 我应该一般来说到那去看一看啊 我们也没有见过面啊 他是一位男士啊 只是微信上简单的交流过 然后他就涉及到怎么办啊 因为他深深也没钱嘛 我也我也没有办法去资助很多朋友啊 力量有限啊 我就联系了我认识的一位朋友啊 他家比较宽敞啊 有好多房间啊 我说有一位朋友现在 沦落到流落到旧金山这边了啊 你那边能不能够 他在这可能几天就就就就走了 就给他15天的这个停留期 就是可不可以容留一下啊 那位朋友没回复 没回复没回复吧 我估计可能也不方便回复吧 虽然我有那位朋友的电话 但是我没打电话 我就发的微信啊 这样的 让人家有一个拒绝的这么一个机会吧 你要打电话 电话打通了 一说人家 不好意思当面拒绝啊 就像以前 好多年之前 我爸爸被确诊为比较重的病 我当时跟我的一个算是发小吧 发小 我在天津嘛 然后跟他借钱 他实际是很有钱 就按照当时他们夫妻双方的收入啊 然后我 我想了想给他发短信吧 我觉得还是尽量不要打电话 打电话的话 会直接把这个关系撕裂啊 他没有办法去拒绝 对吧 他很不好 你发短信呢 他可以说 哎呀我当时没看到 没看到你的短信 他可能有一个拒绝的这么一个机会 你要打电话呢 大眼瞪瞎眼啊 你就直接跟他说 当面罗对面鼓 他就很难拒绝 包括我来美国的时候 向朋友借钱也是微信留言 我也没有打电话 一位朋友 非常好啊 直接给我准备了两千美元 哎呦我这才来到了美国啊 特别感谢那位朋友 哎今天我在打领带的时候照镜子 不是领带比较紧吗 然后照镜子感觉下部盒 那块的肉好像哎 不像以前那么饱满了 就是有点皮肤松弛了啊 老了啊 就是人就是不知不觉的 就像以前我 有几次洗澡的时候 就感觉哎 这个皮肤好像不像以前那么饱满了 不像以前那么有弹性了 所以人就是一个 逐渐衰老的过程 就像这个树一样 这个树 这个树叶呢慢慢就掉了 由 就开始得很轻松 到旺盛啊 到慢慢的枯黄啊 都有这个过程 那位朋友就没后来 我的那位发脚他也是 过了一两天他没回复 完了后来 后来他回复了 哎呀我不好意思 我没有看到 你的信息 我内地买房 我的钱 给他交首付了 这样的 给他一个台阶下吧 后来我跟他的交往就 少很多了 记得以前 我从大学毕业之后 回到老家工作 那个时候他还在高中 服习 我们是 在一个胡同长大的 幼儿园 小学 初中高中 都是在一个学校 有的时候在同一个班 在高中的时候 都是文科班 我当时 考上学了 可能很快毕业了 回来工作 他还在高三复习 所以后来听 听他妈妈讲 他妈妈可能也是 非常实在的人啊 所以那谁说 这个汤姆 怎么就那么幸运呢 就是说他可能 并没有为我 学业很顺利啊 工作很顺利 也感到高兴啊 他感到愤愤不平啊 所以那个时候 我就有点隐忧 我就觉得好像 如果是朋友呢 可能会 为我感觉高兴 对吧 不过后来呢 可能很难说吧 有的时候就难得糊涂了 像大宝 在交往过程中 所遇到的一些困惑 那个车是治安官的车 那个白色的 这个白色的车 治安官的车 不是当地警察的 这案官好像属于联邦的吧 就是警察不管的 他们都管啊 属于一些边界地区的 或者是 设计联邦事务的 这样的 我今天录像的手机 是另一个S10啊 以前 我用的那个二手的S10 这次用的基本是全新的啊 我把 他在边上用那个 塑料胶带粘了一下 因为贴的膜 有时候就掉啊 可能我不太会贴吧 所以我就索性 就是最简单最笨的办法 把它粘上了啊 这是什么 人员 我 де 你 在这中处 不是 我 我要 我 我 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